欢迎来到与说体育 今天卡尔特人队战胜了奇才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外界一致的看法是希望能够在东部富家赛当中上演猛男大战 哈登杜兰特的曾经雷霆三少重聚首的超级戏码 但是不得不说让很多观众死亡了 因为这就是杰森塔德姆的强悍一面 就算说与全世界为敌 但是他只要说为了胜利 为了让球队能够拼得更好的战绩 往往也不会轻易的向后退缩 哪怕一步 这场比赛就是个典型代表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就始终不厌其烦的 向外界传递一种观念 就是杰森塔德姆是一个真正的超级系统 是在这一个时代的所有年轻人当中 它是最有秀的一个存在 未来的前景也几乎最为光明 因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当年在2017-2018赛季 那会你看了一整年的东部旧赛的话 你就会了解 给勒布朗赵斯带来最十足压力的一个这个年轻人啊 仅仅是一个一年级星星 他场上呈现出来的比赛背影 那样一种美感 那种意志 那种这个万花筒级别的单打能力 以及超级强悍的攻守兼具 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比赛风采啊 有年轻科比的影子 这是一点不夸张的 对于一个年轻新人啊 一年级的这么一个潜力小将 能打出那样一种比赛画面 当时那一幕 你真说看了直播的话 一定会被震撼到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呢 长期关注塔图姆的旧赛比赛 说实话 几乎没有一次让人死亡 你就算说呢 一写西来赛 他整体啊 没能够笑到最后 但是屡次干到冬角 而且归根结底呢 一支球队真说能够走得多远呢 他还是球队团体实力的种呈现 但是塔图姆个人呢 这是从来没有掉链的过 这场比赛也是如此 这个绿山俊呢 本赛季伤兵满赢 杰伦布朗呢 作为队内的二当家 甚至被很多球迷调卡维啊 杰伦布朗比杰森塔图姆还要更加优秀啊 你要是这是长期看救赛比赛 你压根就不会得出这样一种论断 我一直就坚诚嘛 绿军是杰伦塔图姆的球队 他是这个球队真正的未来之行 说什么这个 农维格安东尼戴维斯啊 之前还有什么 说轻松就能换来杰伦塔图姆讲嘛 你如果没怎么看东部的季球赛的话 没怎么关注这些年的绿军比赛的话 你或许能得出这种结论 但只要你看过 你就你你如果是绿军总的理 你就绝对不会用塔图姆 或联盟当中任何一个 三十开外的球员 就这么简单 因此呢 这场比赛啊 其实塔图我看没看到啊 在罗这个罗维也是中途赏队 结果仍然呢 率领如此残阵的绿军 单场砍下50甲的超级壮举 一力呢 抵住对方的所谓双相组合 最终收到了胜利 各种进攻队啊 万花筒级别武器的展现 以及防守端呢 针对对方布拉特利比尔 他的覆盖能力 使得对方呢 整场比赛仅仅投出了四成准形 得分在22分左右 压制到了这种长度 呃 这就是绿三局 就算说接下来呢 他们打篮网啊 整体实力 因为不如对手 再遭遇失败 遭遇淘汰 但是塔通姆确实不让人死亡 而且呢 不得不讲塔通姆有这种表现呢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接下来他与凯文杜兰特之间的对位 看看两者之间 能够上演出一段怎样的光慌交讽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 在专栏页的八堂表达课